花蓮鐵道電影院今年5月開張以來 每場放映都吸引了很多影迷前往 這一次規劃了美好的時光電影院 只取到11月10號 不管是學校或社會單位 30個人以上 64人以下團體都可以免費申請包場 來一趟鐵道影院之旅 歷經疫情的起起伏伏 臨近東大門夜市的花蓮鐵道電影院 自5月開張以來 吸引許多影迷前往觀影 由於場次多集中在週末 為了讓更多觀眾進場 花蓮影視基地特別規劃 美好時光電影院推廣觀影活動 超過20部經典電影的精選片單提供放映 我們花蓮鐵道電影院 現在推出了美好時光電影院的服務 那主要呢就是提供一些像 公家單位或者是學校 甚至是社區的非營利組織 他可以來申請包場的服務 那我們主要提供的人數 大概是30人到64人左右的場位置 所以如果相關的單位你想要來申請的時候 可以來對我們提出服務的申請 那我們提供的片單包括我們第二期跟第三期的影片 那基本上是從小孩子到老人家相關的族群都可以觀看的片單 那我們這個美好時光電影院申請的時段是1245平日的早上跟下午的時段 所以就是很歡迎這些單位你可以在早上跟下午的時段來對我們提出申請 那因為剛好今天是防疫期間 很多時候好像我們覺得是受到命運的影響 但其實老人家常常說運命 命運是掌握在我們的手裡 所以我們第三期的片單推出了很多跟國際議題有關的片子 很多跟台灣的族群議題 像我們的9月4號有周榮娜的導演 那她是新住民二代的導演 然後來跟我們談一些台灣的新住民的議題這樣子 那也會有一些原民議題的紀錄片 甚至我們在9月份有金稅獎 台灣其實沒有幾處的電影院 是一定電影院有播放金稅獎的片單 那花齡鐵條電影院有播放完整的入圍片單 那金稅獎的導演常常是金馬獎導演的搖籃 很多金馬獎得獎的作品的導演們 其實前身都有參與過金稅獎 所以很歡迎大家來參與 那10月份最重要的就是TIDF 台灣紀錄片的影展 那我們在10月份有播放TIDF的得獎片單 那甚至我們有播放李大圍城等的電影 到時候還會跟香港的紀錄片工作者做線上的連線 所以歡迎大家鎖定我們9月10月的片單 美好時光電影院推廣觀影活動 結合鐵道影院每期策劃選片與合作的資源 規劃要給在地學童、青年和社區民眾 多元類型且適合觀賞的電影 歡迎合法且非營立法人或團體 30人以上、64人以下免費預約包場觀影 更多詳情可搜尋臉書粉絲頁 華蓮鐵道電影院 記得掌幫葉華臉書報導 請問方法 請問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